最新的新西兰移民政策变化 对于没有有利证据表明 加盟商雇主可能不合规 或者需要额外的认证要求 也就是说 在新西兰的加盟店 也和普通的其他公司 总店一样 可以申请担保工作签证的资格 这一变化将于2024年6月16日生效 这一调整将减少加盟商雇主的成本 使他们与其他同行业的企业 站在同意起跑线上 也让他们可以更加容易的担保工作签证 对于希望申请认证 或目前持有加盟商认证的雇主来说 现在无需立即采取行动 你们可以在2024年6月16日后 申请其他类型的认证 对于想申请新西兰工作签证的人来说 机会变多了 作为在新西兰的加盟商 如果你是现有的认证雇主 并希望续签认证 应在现有认证到期前提交申请 如果你的续签申请 在现有认证到期前尚未决定 大多数情况下将会授予临时认证 新西兰移民局将联系 目前有加盟商申请在处理中的雇主 讨论他们的具体情况 如果你对这些政策变动有任何疑问 或者需要更多的指导 欢迎关注我们的账号 我们会定期分享澳洲和新西兰 最新的移民政策解读和职业规划建议 帮助你顺利应对政策变化 感谢大家的收看 别忘了点赞评论和分享 让更多的小伙伴也能受益 感谢观看